去半相依间 假期又一年 8月7日 迎来一年一度的七夕情人节 许多明星在这天都请假 与自己的伴侣合体撒狗粮 唯独我们的歌后天喜毕 在这天不仅没人陪 还奔波于工作 台北上海来回飞 一副拼命散浪的镜头 也是让粉丝日游心疼 田富珍这天 一袭粉白色条纹裙现身 身背一款白色双肩包 长发皮肩 脚踩黑色帆布鞋 看起来清爽时尚 巨大的黑墨镜 遮住了女神半边脸 看起来也十分帅气呢 抵达上海机场时 女神还被前来接近的粉丝们 吓了一跳 怎料粉丝们早已排起长队 等候黑饼 女神路过时 粉丝们便扑上来团团围住 差点引发踩踏事件 黑饼在现场安保人员的护送下 也是寸步难行 即在人群中不知所措 一路亮亮呛呛走出机场 虽然难得遇到真人 但还是希望粉丝们理智追星 维护现场秩序 不要误伤我们 人美个体的小黑币啊